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蛮定的 蛮清静的 就是头脑的杂念这些 或者是有些事情没处理 或者自己不知道 怎么样 这个很正常 不是教我们处理事情的 是教在任何境界里 能够不被转的 在这个世界的逆经或者送经 或者是逆缘送缘里边 都能够先让自己定下来 爱静下来定下来 因为定你才有智慧 首先休息不管打坐什么 第一步就达到这个 就是这个世界不影响你 因为你身边肯定有一些事 是你解决不了的 而且还有不断的你会遇到一些迷缘 但是第一步 不管修哪修约通也吧修定也吧修啥也 就是它不影响你了 你清静 因为它影响你你咋清静呢 刚刚清静了一会儿 一件事来了马上就不清静了 第一步休息就是达到这个清静了 就是很多事情进入不了你呢 就是干扰不了你 就是在那个基础上 不干扰你的基础上 不管是听闻佛法 还是去学世俗法的东西 还是去解决世俗的问题 都比较有知 因为冷静嘛 打坐这件事你就坚持就好 坚持坚持 做这个公道自然 比如说坐在那儿 你姿势稍微有些不正确啊什么 他做做做做 你只要你的心是真的 你的心气是真的 他那个身体会自动脚子 你觉得你这个脖子 突然就就就就 你本来还不知道自己是歪的 蹦就脚子 因为你只要你入入不了 心气是真的 我是在开始去做 如果觉得人有点轻飘飘的 如果你的力气 是因为去世来的还是 但是我到底是不是吃了什么 吃素 其实 就问题是 素很好啊 素不可能营养就缺乏 给我个塞子 这么着 但是问题是 你是不是只吃青菜啊 嘿嘿 要是在北方吃素食 我就经常说 植物的根茎液果 只是说不吃肉食了嘛 有时候吃素还不是要吃菜 还有淡奶啊 这些 其实营养更丰富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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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实 什么也吃 吃素的人有时候吃个鸡肉 他就不吃菜 吃个鸡肉 吃个鸡肉 吃个牛肉 可能他吃饱了 他吃的菜其实并不多 水果也并不多 吃素的人又吃水果 一天还吃果 吃水果 还要吃根茎液果 黑菜白菜红菜黄菜 各种颜色的 再加上豆制品淡奶 这些折腾下来 其实吃的营养满 是不是你一个人有时候做饭就是得过且过的吃 这个与吃素没关系 是你不好好吃饭 是没吃菜 是不是 是懒得做饭的原因 上班的时候你都走到外卖吗 就没什么好吃的 那倒也是 中午两个包子就这样 那就有点单调了 但是我觉得对一个修行者来说 其实也还包括米勒日巴 释迦牟尼 这些大修学人 你看这个历史上那些记录 他们都吃的一马一马 基本上吃饮食都不吃的 而且确实很瘦瘦的皮包骨头 但在日常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会觉得 都会觉得有问题 但是他们都成就了 但是你在日常中你要上班嘛 你瘦成那样一马一马也不行 但是人家都很精神啊 就像米勒日巴 释迦牟尼 虽然瘦的皮包骨头 但是人家精气是特别足啊 人家没有 他不消耗你知道吧 他为啥吃那么多他就行了 他不消他没消他不漏啊 他脑子心是如如不动的 他不被这个世界的东西 他不散不放逸 不会随着这个世界的内外境波动 他不耗 不影响他 就是精气神特足 你生一场气 把所有的营养都没了 你坐在那儿 你说我没精神清飘飘的 第一可能心里你试试 有一件事挂着你挂三天试试 还有你睡眠不好看电脑看多了 你晚上看电视联系熬过去了 或者看电脑或者心里烦 或者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负面的 或者是觉得这世界五周恶是人性邪恶 这些认知都会让你挺飘飘的 都让你很累 其实是认知 还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去就是出差比较平反 或者是这样 也有 但是重点还是你吃睡睡眠 休息过来吧 就是心无挂碍 还有心宽嘛 心无挂碍再加上饮食 饮食上其实有俩餐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吃好 就是吃的吃好 然后再加上食道的锻炼 因为我们年轻嘛 你又不是说我90岁100岁了 我走路走不动了 说是我出差 哎呀一天就出了来回飞飞我累 按你现在的体能 出差应该影响不了你 没关系 因为你睡觉直接在床上一会就休息过 休息不过来的是心态心力 头脑的脑内劳的疲劳 但我们又不研究科学 也不会多累啊 就是心里边有挂着东西呗 对吧消耗 因为头里边你说脑里脑都我们又怎么样 就算看电脑也不会很飞脑子吧 因为我就没觉得自己在想光是 是 你用动 吃到的用动也少 我就用动 用动也晒阳光 用动 现在人坐在空桥房的时候太多了 反正你体虚与人士关系不大 反正这儿有点那儿有点加上就觉得虚了 用动 有时候知道的太多又着想 也会累的 知道很多 为啥年龄大了就摔老啊 就是摔啊 为啥就摔了摔退了老化了 其实年龄大了 其实我觉得是有时候人老 也不是人一直在探讨这个老麻端 出生理出西医啊什么 各个角度都有嘛 我有时候觉得人的信息太多了也是 就是年龄越大 他的信息量越大嘛 就是说他抓的东西越多越多 他又着想执着的时候 然后他就累 就是疲劳 就是做人儿都疲劳 然后他又佛学说你要亲女你的不着想啊 嗯 你对什么都着想 你说你小时候还是不认识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现在都认识了 一整眼却知道 房间里面都能寥寥分明给你数出来 是吧 那寥寥分明不是好事吗 你那些寥寥分明是点错觉 不是人家佛 佛那种寥寥分明是圆觉 人家是知道每一个众生在哪一个维度 会出现什么错觉 你的寥寥分明就是错觉 这是杯子 这是放茶水的 别人给你放了 如果给你放了洗脸水或者什么 你会生气的 你会觉得这是茶水 这是茶杯 你怎么放上洗脸水了呢 是吧 你会觉得 但是你是个执着的一定 那这个杯子从厂子里拿到这儿的时候 他就定义他是放茶水的嘛 但是你要用来喝茶别人放了 你就不洗受不了 就是这些都是指导啊 你的知见呀 当然说这个不是错觉 你说我就是拿他放茶水 你放了别的就是不行 这是个定义 不行 不是说你 你学佛了就可以放别的水 是说 但是学佛的人首先是说不生气啊 他你放了水 因为从一开始他头脑就没有这个杯子一定放茶水的概念 他不会定义这些东西 你放了洗脸水 他就盖成洗脸盆了 是吧 行 你拿着盖洗脸盆了是吧 也挺好看的 只是有点小 是吧 你就会很傻脱知道吧 就是 你会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你知道 你自己的这个六根六车都是错觉嘛 你从这儿就开始破相了嘛 这个是不是就是 学到自己 然后不要让自己动怒啊 或者是 就觉得 有个我的时候动怒也是控制不住的 只能因为有只能拿修养啊 涵养啊 忍辱啊 戒地来控制 就是我们有佛之戒了嘛 第一次我是修行人 我不跟你一般解释 第二呢 有时候我忍辱 我修菩萨道呢 那我为了自己的成道我也不能一般见识 还有就是说 我我年龄大了真的是七十二生呢 我都是我我内涵养 我修养这些 其实这些都能让你不生气 但是本能的生气还是有的嘛 嗯 就是我们还是不知道 就是不能知道佛学那句话 这就像耳根元通 你坐在那儿说 老师那个声音过来 我本能的反应啊 是吧 你在那边打坐不是海潮音 你说我本能的就知道他的海潮音 是吧 现在你会觉得是他那个声音过来的 但是随着你修行 你会知道是你分别了 那个声音不会过来的 你在心不动 这就像六祖说是 启动啊翻动是人者心动嘛 你心不动 那个声音不会跑到你耳朵的心里了 你就没有那个东西 是你的 但是你是察觉不到这个分别念的 这个速度很快 这个忘 就是说佛说我们产生了一个妄念 产生错觉 但是我们察觉不到我们在妄想 我觉得坐在这儿很亲近啊 我没妄想啊 但三个大地不是还在吗 大家都会说 我们都没妄想 为什么三个大地还在 但是你不知道啊 就是随着你很亲近很亲近 你才知道 那个声音海潮一过来 是因为你在这儿妄念起来了 所以你还没到那个时候 你没亲近到那个时候 就是你不知道 因为你妄念才有海潮 也不是海潮自己过来的 不是声音自己能够入到你耳根里边 不过你的能闻的耳根都是个妄念 错觉 当你发现到你的妄念的时候 就停下来了 那个时候就本能反应就没有了 就是你就可以不生气了 你自然不生气 又没有那个本能 那都是人力的角度了 你从自身的角度 人力就是 不是从外在找 就从自己找 那那肯定 你说今天生气了 为啥生气了 要么就是他有问题 要么就是你有问题 这不就是生气嘛 休息人都说自己身上找 不休息人从外在找 小城弟子都会这样子修 就是说 哎佛说你 你要忍受 大神菩萨刚开始 出法心菩萨 也会说你要忍受啊什么 但是菩萨一开始就告诉你 没有入客人 一定要有这种空性证件 你要找毛病觉得自己错了 哎我的我这个毛病 我真有自己错了 那已经不是空性证件啊 那你可能会做一个好人 但是你你你你你你 就错失了空性 错失那一刻是不再修正 嗯 已经不是说在修正之中 错失了 在最高的区间的 是的 一定一定不断的把最高区间 放在你的每一个死 人事物里边去关注 嗯 最最好的修行者的状态是 就算是上一课自己错了 马上不止 放下 就脑子里的印记都没有 乌兰症有过去不留 最最佳状态 而是错对 哎就放下放下 当然人家放不下嘛 你假如说你刚才打了他了 你说最佳状态是马上放下 虽然错了 就不再想了 但是人家放不下 上来打你的时候 你就当成果报上了 哈哈哈 那上一刻是让你马上来是吧 哦 但是马上也放下 他终于玩嘛 负责就没玩 嗯 所以放下没有可放的东西 这是直接了 嗯 那其实拿起放下 是你在意了才谈放下嘛 因为 所以没有什么 拿起放下 真正的放下是既不拿也不放嘛 但是我们只是 着相的时候 肯定有放下嘛 你不着相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你先从放下开始收 对是的 你着相的时候 先有一个放的过程 离一切相才 空讯离一切相才切法 它还有个离一切相的过程 但是 在支箭上外发本空 就是说像是都是空的 有什么可离的 但在实际操作里边 在四上你是真有离的时候 对 你们怎么想让支箭变得圆满呢 不断的闻习 闻听 闻听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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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打坐 就配合呗 是的 是的 闻思修嘛 不断的闻思修 一开始佛学术语都不熟 你怎么能圆满 你都看不到佛 佛学术语不熟 我们看佛经有障碍 是吧 佛学术语熟了 还要放下礼仗 还能把那些术语扔了 是吧 好不容易可以练熟了 知道了啊 这个大涅槃是什么 这个无杀 这个波罗波罗蜜多指啥呢 好不容易把这些 剥弱记住了 但有一天还要瘸 通通的扔掉 你一张嘴 全是那些概念的话 你的里的法相太重嘛 就是你觉得自己又有法相 是吧 但是你又每天张嘴 没有空性症结 张嘴都是世俗法的话 那你跟世俗人有啥趣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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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